今天这一期视频 咱们来分享老茅台 有80年代的 也有90年代的 咱们就想到了 说到了 没有任何的文案 绝对 过来特写一下 这一看啊 都知道是老茅台 那朋友们一看 知道最老的是哪一瓶吗 哪瓶大哪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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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瓶是最老的 但是呢 它是1986年的地方国营 这个86的地方国营是540毫升的 因为以前是按精为精量单位 很明显吧 水的密度是小于酒的密度 所以500毫升酒远远是没有一斤 所以这个是540毫升的容量 那地方国营呢 是从哪个 从我们更多的认知里面吧 都说是83年到86年期间为地方国营 那实际在82年的年末 其实也有少量的地方国营出现 但是那个咱们没见过呢 就不做分享 啥时候有食物呢 再和朋友们来分享 那这个地方国营就 这一瓶呢 保存的是特别特别的完美 朋友们说 哎呀 这个咋会保存的特别好呢 那没办法 那个是北方的酒 如果是南方啊 我没有说到南方 就想着保存酒太尴尬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潮 这能是给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啊 咱们看一下 这瓶日期色非常清晰 1986年9月17号 蓝色阿拉伯数字啊 我们注意看一下 非常美 这瓶酒的酒屑也挺高 但是 这一瓶地方国营按时间更早 按理来说呢 它也比铁盖茅台还要贵 但是这其中啊 就有两瓶铁盖茅台 比这一瓶地方国营还要贵 为啥呢 咱们再继续来看一下 首先咱们看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和其他的铁盖的盒子不一样 首先我们看 先看侧边吧 看 侧边是标注的 酒精度数是54度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有在这个侧边吧 这个叫地方国营的盒 那如果是自身毛粉呢 在我们分享到这个时候就可以知道 瓦瓶这个是86年 年底只生产了一个星期的铁盖茅台 对 这一瓶和这一瓶都是 而且这两瓶是 是几瓶酒特买 然后我们看 通过这个玻璃瓶看 这个是呈现绿色 但因为这个是瓶子材质的原因 咱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瓶 它呈现的是这个颜色 也是因为这个瓶子的原因 那这两瓶的价格呢 给朋友们来聊一聊 这两瓶地方国营 这两瓶铁盖茅台 比这瓶地方国营还要贵好几千块钱 现在的市场行情 得在3万多 具体就没法去给大家描述了 反正就在3万多 那么就对了 因为一般其他的铁盖茅 也就值个2万多 还有1万大七千块钱 那为啥呢 因为这个呢 刚才我们提到了 它只有在1986年的最后一个周呢 才生产并且能配的是地方国营的盒子 酒精度数为54度 所以这个量相对于地方国营是比较少的 所以它的价格贵 其实现在已经跌了将近2万来块钱 前两天还跟一个广西的朋友聊到 它有一瓶全品的说是花了4万5千块钱买的 那铁盖过后之后呢 朋友们可能就看到了 那这个又怎么回事呢 带飘带 然后又是有那个红皮 这个呢叫红皮铁盖 这两瓶是95年的 一瓶五星 一瓶飞天 酒也是属于特别的满 那我们看一下95年的 对 这瓶是94 我说错了 生产日期呢 就在这个背标上已经标注 然后这瓶是飞天的 飞天的 这个是95年的 你看它已经开始在红皮上标注出这个生产日期 那铁盖茅台呢 是从这个86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吧 一直生产到96年的年底 然后从96年的年底 就改为了透明膜 也就是我们说的白皮茅台 一直到09年的2月中旬 大概就在2月18号以前嘛 因为现在市场上流传着 2月18号的茅台吧 您只要看到 几乎都可以当做是假茅台来弄出 那从09年的2月中旬 大概20月20之内的 之后呢 就变成了红椒帽 一直持续到现在 那从2023年的 10月7号开始呢 茅台也使用了最新的胶帽 但最新的胶帽和第三代的红胶帽 现在一直是在交叉使用的 包括现在咱们手上的一些 闪瓶的飞天茅台或者原箱的飞天茅台 你别拆开之后 可能是新胶帽 可能是老胶帽 哎这个是不是有点跑题了是吧 咱们主要还是来说老酒的 那这几瓶呢都是属于品相特别好 酒特别满的 咱们这几瓶是仅做分享的 因为已经被一个老铁已经拿下了 所以我们做视频分享一下这个知识点 如有说的不到位的吧 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指出批评 大家共同学习交流 评论区指出批评 店 tempor 거야 lain modo 店 Polk 主要都有 好多 好多 好liyor